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交换戒指时,他宣布婚礼暂停,抛下我,去救准备自杀的白月光。 两个月后,他终于想起回家,不过眼前一幕却让他彻底疯了。 婚礼上,竹马扔了戒指,抛下我去救为他自残的柔弱白月光。 他忽略我苦苦哀求的眼神,忽略台下宾客的纸质点点云秧,婚礼延迟一下不会死的,你的面子还不如一条人命重要吗? 我出车祸的时候,雪儿可是依不解代地照顾我。 你妈走了之后,你就越来越不懂事了,你以为还有人宠着你惯着你? 我站在台上紧紧捏着手捧花,底下的宾客已经开始小声地议论。 谢年的背影被阴影遮住,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好像在宣判我的死刑。 我长呼一口气,身子开始颤抖起来。 谢年,求你,就站在我身边一次。 就这一次,谢年终于转过身,大步走向台,夺过四仪手里的话筒。 婚礼暂停。 这句话就像一记重锤,狠狠砸碎了我最后一丝幻想。 我抓住她的衣袖,声音近乎颤抖谢年。 你在说什么胡话?台下这么多的人都在等我们呢? 谢年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雪儿出事了,我得去找她。 我扯起一抹难看的笑,谢年,你别说傻话了,我们现在可是在爱琴海,离路雪儿十万八千里呢? 她出事了,可以让她爸妈照顾,谢年急躁地甩开我的手。 云阳,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了?雪儿为了我都割腕自杀了。 婚礼延迟一下不会死的,你的面子还不如一条人命重要吗? 更何况,她是你妹妹。 我出车祸的时候,雪儿依不解代地照顾我,那时候你在哪呢? 我发现,你妈走了之后,你越来越不懂事了,你以为还有人宠着你惯着你吗? 我苦笑一声,眼泪不争气地一滴又一滴掉下来。 我慌乱地从四仪手里抢过戒指戴在谢年手上。 好,好,那你戴上戒指,我们只差交换戒指了。 隔着泪光,我粗鲁地拽着谢年的手指,很奇怪,明明我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很多次,可现在却怎么也带不上。 谢年被我惹恼了,猛地推开我,我跌坐在地上,手捧花散了一地。 四仪忙不迭地想来扶我,顶灯打在谢年头上,我快要看不清她的脸,她冷冷地从手上摘下那枚戒指,随手一扔。 真烦。 这是婚礼开始到现在,她抛给我的第六句话。 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十七岁时,晚自习的教室里放着电影,她用写满数学公式的草稿指舌了一个指环。 电影放到高潮,人生顶费中,她却用笔戳了戳我的手心。 红着脸,声音吞吞吐吐的,小云朵。 这个,送给你。 我伸过手,十七岁的谢年如获珍宝,小心翼翼地套在我的无名纸上。 谢年一定会一辈子宠着小云朵,不让小云朵受一点委屈。 她在无人问津的角落,为我编织了最浪漫的梦,却又在众人见证下,毫不犹豫地亲手撕碎了。 脑海里机械又冰冷的声音响起,宿主,你只有这一天时间了。 我闭上眼睛,沉沉地说我知道了。 几滴眼泪顺着鼻子掉进嘴里,咸咸的,不好吃。 我才不是爱哭鼻子的傻瓜。 我抹了把眼泪,再睁开眼睛,谢年已经彻底走了。 我强撑着精神把宾客送完,瘫倒在地。 这些人都是谢年的亲人朋友,而我唯一的亲人,我的妈妈早就已经离开我了。 如果我妈还在,她肯定会把谢年骂得狗血淋头。 而我唯一的挚友,也离开我了。 如果她在,她肯定会把谢年揍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面前递来一张纸巾,我抬头看,是谢年的朋友,许泽。 她坐在我身旁,良久才开口,阿年,她肯定是真心喜欢你的,只是太任性了些,你就像上一次一样原谅她好吗? 我笑了一声,谢年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上一次的订婚宴举行到一半,陆雪儿说她来姨妈肚子疼得厉害,谢年就能丢下一屋子人去照顾她。 我问许泽,你们男人都喜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吗? 许泽愣住了,随即摇摇头,车祸对阿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你这么爱她,就不能理解理解她吗? 我盯着地板,反复咀嚼着这句话。 许泽见我一直不回应她,识趣地走了。 宿主,谢年已经坐上去网室的飞机了,你的时间不多了。 系统冰冷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我拿出手机,拨通了谢年的电话。 谢年,你能不能先回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云鸯,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雪儿现在真的很需要我,她一个女孩子又有抑郁症,很容易出事。 我挣了两三秒,谢年,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个女孩子?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岛上,我会不会出事? 谢年有些没底气,你和雪儿又不一样,她柔弱得很。 电话被挂断,我盯着黑掉的屏幕看了又看。 谢年,你真的好讨厌好讨厌。 我没有去找那枚无踪影的戒指,而是捡了沉重的裙摆在大街上四处乱逛。 等到把想吃的东西都吃完,想看的风景都看完,我才回了家。 这栋小房子是我和谢年一起买的婚房,本来打算结完婚在这里住一个月度蜜月的, 里面的装修都是我一笔一画慢慢设计出来的。 宿主,你怎么不去找谢年,在这里浪费时间干嘛? 你只剩下一天时间就要被抹杀掉了。 我继续给多肉浇水,没有理系统。 我的命拴在谢年身上,他多爱我一点我就能多活一天。 可是,我已经为了让他爱上我,付出所有的努力了,甚至我都变得不像我了。 现在的谢年不爱我,我再怎么做都是徒劳。 我轻生安慰系统,没关系,这最后的一天就让我为我自己而活吧。 比起上辈子没爹没妈二十岁就被强奸致死的结局,我已经多活了好几年了好吗? 就这样静静地死去挺好的,有些东西抢求不来,你说我死后能不能见到我妈妈? 系统忽然安静起来,我哼着胳膊墙上的照片收下来。 其中一张是六岁的我和谢年。 穿着西装的云秧,搂着瘦瘦小小,穿着公主裙的黑脸谢年。 我是胎穿来的这个世界,妈妈爸爸离婚,我跟着妈妈生活,六岁那年,邻居加班来了一个新住户,我的攻略目标谢年。 谢年的父母在外地上班,他一个人在家,一个人上学。 我总觉得他好可怜好可怜,于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弟弟长弟弟短地叫,但他是个高冷性子。 小谢年愿意主动和我说句话,我都能高兴半天。 后来,小谢年在学校里被人欺负,我为了给他出头,和那些男生打架挂了财。 他哭唧唧地一边给我抹药,一边说我多管闲事。 但我们的关系可谓是一日千里。 这张照片是六岁那年的除夕夜拍的,摄影师还是我的妈妈,全都过去了。 我擦擦照片,把它放在了箱子的最底下。 这是我上辈子估计生活中男友的温暖。 等收拾完东西,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 看着时间,谢年应该已经到一室了。 我打开手机,没有一条消息。 大扬了彼岸,陆雪儿发了一条朋友圈。 配图是一张两手食指相扣的照片。 配文,好幸福,阿年哥哥特地赶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来看我, 多希望时间一直停在此刻。 谢年在底下回复,你没事就好。 许泽甚至还评论了条, 哇哦,祝幸福。 我扑痴笑出声来,男人真是虚伪。 随后好像想到什么,点开那张图片, 不停放大再放大。 角落里的福带红得刺眼。 谢年,他竟然把我妈妈一跪一拜 亲手为他求来的福带给了陆雪儿。 我浑身指不住地颤抖,胸口积压的愤怒快要喷涌而出。 谢年,你怎么敢?你怎么敢的? 我赶紧给谢年打电话。 谢年,你把福带给了陆雪儿。 谢年似乎被打断施法了一样, 愣了几秒钟,淡淡地回对。 我把他放在雪儿床头祈福,他醒来看灼想要,我就给了。 我俯着肚子,拔高了音量,克制不住地愤怒, 那是我妈妈为你求来的。 谢年,就算你在讨厌我,也不能这么做见他的心意, 他也照顾了你二十多年。 谢年浓浓的不耐,一个福带而已,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了? 一个福带而已,一个福带而已。 可这是我妈妈拖着生病的身子,一步一步上山求来的。 我陪着他,叩手,败头。 到了山顶,他却求了两份。 我笑他对谢年比对我还好,他苍白着脸变解。 小年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小孩,妈妈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 有他在,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一个爱你的人。 眼泪模糊了视线,我擦了又擦,却像擦不完一样。 谢年,你真是个混蛋。 谢年的声音夹杂着微弱的电流声,无理取闹。 电话再次被挂断,我已经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挂掉我的电话。 宿主,你还有五个小时即将被抹杀。 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地上,眼泪大颗大颗掉在屏幕上。 系统的声音很平缓。 云阳,你死了之后一定会见到妈妈的。 我吸吸鼻子,还剩五个小时吗? 那也够了。 谢年,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灵魂被抽离的一瞬,系统为我屏蔽了痛觉。 我以为我会消散,没想到我却来了医院。 系统说,这是我任务失败的惩罚。 我会一直被强制待在谢年身边,只有等到谢年死的时候,我才会消失。 我苦笑一声,我可真惨,死都不能死得清净。 面前的谢年正给陆雪儿削着苹果,陆雪儿躺在病床上,苍白的脸上浮现出红韵。 昏黄的灯光打在谢年脸上,衬得她柔和很多。 陆雪儿轻轻开口,谢谢阿年哥哥,不过你赶着来陪我,云阳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啊? 雪儿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我给她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谢年拿着刀的手一顿,温声细语地说不用,你给她打电话,她会迁怒你的,她一向被惯坏了,该给她长长记性。 我在她身旁挑着,恨不能把脸贴在她脸上,看看这人到底有没有心甘。 谢年把削好的苹果递到陆雪儿的嘴边,陆雪儿轻轻含住,唇瓣不经意间擦过谢年的指尖。 谢年猴杰滑动,抚上陆雪儿的脸,吻了上去。 我看着眼前亲得难舍难分的两人,快要恶心地吐了。 宿主,你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我转过身,在病房里飘来飘去,谁发现的呀? 一个来给你送花的小女孩。 我身形一正,放心吧,你的尸体我处理得很好,她还以为你睡着了,把花放在窗边就走了。 我点点头,那就好。 不过,我从来没定过花呀。 这般温存的时光没有多久,谢年被一个电话叫去了公司。 陆雪儿躺在病床上,看着谢年离去的背影,她舔着嘴唇高兴地笑出声。 云鸯啊云鸯,你的一切早晚都是我的。 我没理她,跟着谢年离去。 下楼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她怀里抱着一个保温盒,神色慌张,急匆匆地上楼。 那人,是我爸。 谢年说得没错,陆雪儿的确是我的妹妹。 我爸和小三生下来的妹妹。 我妈生下我之后,小三挺着大肚子带来了一群人来家里闹。 腊月里,还坐着月子的我妈被我爸赶了出去。 我上小学时,被陆雪儿带人霸凌过,为了不给我妈惹麻烦,我一直不敢告诉妈妈。 后来,我在大学里,作为大二学姐,迎接新生时遇到了陆雪儿。 我还很厌恶地向谢年说过这件事,她当时义愤填膺,恨不得冲上去刮花陆雪儿的脸。 放心吧,小云朵,我百分百站在你这边。 邪恶是战胜不了正义的。 只是,不出两个月,她提起陆雪儿的次数越来越多。 陆雪儿竟然参加了我们交易舞社,她看起来笨手笨脚的,跳起舞来,肯定没你好看。 陆雪儿今天被社长凶哭了,真是太胆小了,一点都没有你坚强。 我抽到陆雪儿做舞伴了,真倒霉。 其实,我觉得陆雪儿也挺无辜的,那是她妈妈做的事,她肯定也不想成为私生女的。 小云朵,就这么点小事你生什么气啊,大不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行不行。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呢? 我永远永远只会喜欢你的。 一定要是云秧吗? 回忆被打断,我已经跟着谢年来到了办公室。 我看着对面的助理,思绪逐渐捋清。 助理点头哈腰着,对,吴总指名道姓就要云秧来对接,否则就撤资。 谢年猝着眉,在口袋里掏出烟盒,打开后眉头却皱得更狠。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焦躁的神情,忍不住想笑。 谢年以前不抽烟的,后来她出了车祸,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变得颓废,甚至开始抽烟。 有时候一天都能抽掉一包烟,我担心她的身体,于是偷偷把烟盒里的烟都换成了糖。 她却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以为这很体贴,很浪漫吗? 如果是雪儿,她一定会让我发泄心情,你一点也不懂我。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冻过她的烟。 而现在,谢年却扔了烟盒,不爽地揉着眉头。 助理小心翼翼地问,谢总,云秧他那么爱您, 肯定会再帮咱这一次吧。 谢年不耐烦,云秧肯定会帮我的。 只要我挥挥手他,就能像狗一样,围着我团团转,这不需要你操心。 他紧紧盯着手机,我飘过去看了看,他在看我的聊天界面。 消息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我问他回不回家吃饭。 我太了解谢年了,现在的他明明知道我在跟他生气, 却不愿意多说一个字来哄哄我,因为我很快会调整好情绪, 像没事人一样巴巴地低头道歉。 他在通讯录里找到我的号码,犹豫了很久才拨通, 只是无人接听。 谢年脸上的面具隐隐有了一丝崩溃的痕迹, 他点了两支烟一起抽,不停地在落地窗前踱步。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一把将手机扔在地上。 行,云秧,你有种。 有本事就一直跟我闹脾气,一直不接我电话。 我飘过去,看着地板上的手机屏幕。 十八个电话,我全都没接。 谢年,不光这十八个电话,往后你打来的所有电话, 我都不可能再接了。 谢年似乎开始和我赌气,他把陆雪儿接进家里, 给他买了一辆豪车,任由陆雪儿高调地在朋友圈秀恩爱。 甚至还把陆雪儿安排进了公司,给了他一个很高的职位。 但陆雪儿不是个有能力的,他把工作做得一团糟, 搞得很多员工哀声在道。 我在旁边唏嘘不已, 这个公司是谢年的父母拼了一声打下来的心血, 如果照谢年这个颓废程度继续下去, 还没了我,不出三年,肯定会倒闭。 但谢年不在乎,他在家里给陆雪儿过生日时, 刚好是我的头七。 烛光硬衬下,谢年为陆雪儿戴上了一条粉钻项链。 那,你上次不是说喜欢他喜欢很久了吗? 陆雪儿娇羞地点头, 阿年哥哥对我真好, 我随口说的话,你都放在心上了。 我却盯着那条项链看了很久。 高中时,我和谢年一起牵手回家。 路过奢侈品店的时候, 我隔着橱窗一眼相中了这条项链。 可那时候我很穷, 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买不起, 于是只看了一眼,就赶快走开了。 后来,谢年打了好几个暑假工, 给我买了一条相似的项链。 他小心翼翼地给我戴在脖子上, 等我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一定给小云朵买下来那条粉钻项链。 我笑, 我才不要你买, 我会自己买的。 转过身, 我却感动地哭得稀里哗啦。 项链最后被一个纽约的收藏家买走了, 在无踪迹, 当时我还遗憾了好久。 没想到, 在十年后的今天, 他被谢年带在了陆雪儿的脖子上。 等我回过神时, 谢年已经和陆雪儿相拥着滚到床上了。 我贴到天花板上, 这可比破纹香艳多了。 直到关键那一步时, 一个电话又把谢年叫走了。 我看着陆雪儿那副八步地被睡的表情, 笑得前仰后合。 谢年的脸色也阴沉得可怕, 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发消息, 却全都石沉大海。 他妈的, 云阳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否则你以后永远别想和我在一起结婚。 低气压笼罩在车里, 助理在前面开车都不敢大出气。 推开包厢的门, 坐在正中间的就是吴总。 我站在谢年和助理的身后, 看向吴总时, 却还是忍不住颤抖。 吴志敏, 他就是个混蛋。 谢年掌管公司时, 自视清高, 看不上九州文化。 所以, 这些客户和业务, 几乎都是我来维系。 尤其在他出车祸后, 一蹶不振, 公司又被其他几家联合打压, 几乎快要垮掉。 那段时间, 我批了命地拉客户, 找资源。 吴志敏就是我在那时候认识的。 有时候, 我恨不得公司就在那时候破产关门, 我也再也不要去找吴志敏。 谢年被吴志敏羞辱了一顿, 他心高气傲, 脸胀得通红, 咬牙切齿地吃完了这顿饭。 等送走了吴志敏, 他疯了一样, 猛揣着草丛。 去你妈的, 有几个破钱了不起啊。 我想得没错, 云阳果然真跟他有一腿。 见人, 见人。 我飘在一旁, 听到他这句话, 只觉得心好像彻底破了, 冷风呼呼地吹进来。 原来, 在我看不见的角落, 我心中的那个少年, 早就从外道里都烂掉了。 他从怀里掏出手机, 拨通我的电话。 这次, 有人接了。 云阳, 你真够贱的, 不是说好了一辈子只跟老子的吗?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从爱琴海滚回来。 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谢年眼眶通红, 情绪激烈,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辜负了他似的。 阿阳, 他已经死了。 我的死讯, 从遥远的地中海, 终于飘到了谢年的耳朵里。 我紧紧盯着谢年的眼睛, 生怕错过了哪一个表情。 他好像听到了一句玩笑话, 吃笑一声, 喂, 你不会是云阳新找的凯子吧? 我奉劝你一句, 这女人脏得很, 最好离他远点。 电话, 另一方停顿了一会, 随后震怒到你嘴巴放干净点。 如果不是阿阳喜欢你, 我一定会把你揍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熟悉的音调, 让我想起了一个 很久远很久远的人。 电话被挂断, 谢年气地又抱了句粗口。 等到他冷静下来时, 一旁的助理于心不忍地 为我辩解了一句谢总。 我相信云阳不是那种 将生死当作要挟人的手段的人。 谢总, 您和云阳相处了这么多年, 肯定比我更了解他。 您觉得他是这种人吗? 谢年在后知后觉中, 竟然红了眼睛。 不可能, 他怎么会死呢? 你马上给我定张 最快去爱秦海的航班。 快去啊! 他上了车, 油门家到底, 一路上闯了好几个红灯。 我坐在副驾驶上, 看着飞快逝去的景物, 这么久以来 心里竟然浮现出 一丝丝的不舍。 我以为, 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 身旁传来很轻的抽烟声, 我转头一看, 谢年竟然哭了。 他竟然现在为了我哭了。 谢年擦着眼泪, 嘴里不停嘟囔着你不许死, 你不许死, 小云朵, 你怎么能离开我呢? 不是说好在一起一辈子的吗? 我还没陪你坐摩天轮, 还没陪你去冰岛, 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陪你做过, 你肯定是生我气了, 故意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不是? 小云朵,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人都死了, 你现在装申请给谁看啊? 谢年横冲直撞地回了家, 不停在家翻找东西。 陆雪儿在一旁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只能埋头苦找, 不理会陆雪儿。 怎么会, 怎么会找不到? 谢年把卧室翻了个遍, 泄气地跌坐在地。 她抬头, 紧紧抓住了陆雪儿的衣领。 福袋呢? 你把福袋放到哪里去了? 声音近乎嘶吼。 陆雪儿泪一连连, 怯怯地阿年, 你怎么了? 你吓到我了, 是不是吴总惹你不开心了? 谢年又问了一遍, 眼睛死死盯着陆雪儿。 福袋在哪? 陆雪儿眼神飘忽, 我, 我不小心弄丢了。 谢年从陆雪儿的衣领下 拿出了那根项链, 她粗暴地一把扯了下来, 声音颤抖, 你不能戴, 这是小云朵的, 这是小云朵的。 陆雪儿推开她, 云阳出事了是吗? 谢年好似没有听到, 紧紧拿着项链, 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卧室。 陆雪儿尖叫着追了出来, 阿年, 我怀孕了。 谢年放在门把手上的手一顿, 终究没有按下去。 她拿出两根杠的厌韵棒, 边哭边说, 阿年哥哥, 你难道忘了吗? 云阳她是个怎么样的女人? 你出车祸的时候, 她抛弃你, 转身搭上了吴总, 这都是我亲眼在医院看到的。 而我, 愿意为了你不要名分, 不要名誉, 可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啊。 阿年哥哥, 云阳不懂得珍惜你, 可我爱你。 阿年哥哥, 就让我给你一个家, 好不好? 谢年慢慢走到陆雪儿身边, 抱住了她。 她哽咽着对不起, 雪儿, 我不该这么对你, 我刚才鬼迷心窍了,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 我在上面飘着, 看着那红艳艳的两条杠, 我想起了那个无声无息的小生命。 我和谢年本来也有个孩子的, 吴志敏的的确确是个混蛋, 他年龄大又有钱, 很喜欢在职场上欺负小姑娘。 有一次我去外地出差, 饭局上吴志敏一直灌一个实习生酒。 小女孩委屈的脸通红, 我突然想起了她, 身体比脑子反应快, 我冲上去挡在那女孩面前。 没想到吴志敏却记了我的仇。 后来, 谢年的公司出事也有她一份功劳。 那时候的我, 走投无路, 带着团队所有人拿着一份标书, 请吴志敏吃饭。 我酒精过敏, 以茶代酒, 他说我不给面子。 吴志敏拿了一瓶白酒摆在我面前, 如果我不喝, 就让我身后的女员工替我喝。 但只要我喝了,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的, 投资也是我们的。 我顶着他细血的目光, 喝了还没半瓶就晕倒了。 过敏, 胃穿孔, 以及流产。 我醒来时, 摸着肚子, 说不上是什么心情, 就好像辜负了别人的信任一样。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忙到忽略了身体上的异常情况。 这个孩子, 还没被发现, 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谢年当时还没有痊愈, 公司还处在危机中。 我怕他受到刺激, 就没有告诉他, 也告诫了团队的人不要透露这件事。 团队里的人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比起谢年, 他们更听我的话。 只是没想到, 竟然能被陆雪儿看到, 添油加醋地捅到了谢年面前。 可如果谢年相信我, 怀疑的种子也不会因为陆雪儿三言两语就被栽下。 归根结底, 还是谢年和我的感情早就在某一瞬间有了裂缝。 谢年只为我悲伤了那么一小会, 然后就专心投入了和陆雪儿的婚礼中。 我好像一阵风吹过, 再没人记起。 谢年陪陆雪儿挑婚纱的时候, 我终于见到了他。 我唯一的挚友, 李曼。 他捧着一个粉色的盒子, 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 黑皮刻, 长筒靴, 一如当年的模样。 只是眼睛红红的, 眼下一片乌青, 很憔悴。 我心疼地想, 不好意思啊, 让你为我的后事操劳了。 他走进婚纱店, 把盒子交给了一个服务员。 然后, 他压低茂眼, 走到谢年身旁, 拍拍他的肩。 嘿, 兄弟, 借个火。 谢年转身的一瞬, 他冲谢年一笑, 随即将一拳捶在了他肚子上。 接着, 是长达十五分钟的暴打。 我在旁边看着, 简直爽翻了。 老子把他交给你, 你就这样对他。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小岛上, 他害不害怕, 他难不难过。 我说过, 你照顾不好他, 就把他还给我。 你把老子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我轻轻扶在他肩上, 他微不可查地停了一下。 小曼, 我好想你。 你还是这么帅哈哈哈哈。 李曼和谢年进了警察局, 如果不是来了三四个保安, 把谢年拖走了, 小曼还能接着打。 我仔仔细细地盯着小曼看了一圈, 他又长高了, 比我高出一个头, 头发长长了, 变白了也变瘦了。 我趴在小曼背上, 却再也感受不到他的体温。 我还以为, 我们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相见了。 谢年还算有点良心, 没有追究小曼的具体责任。 小曼捧着盒子, 路过谢年身边时, 倩倩地说, 你猜私生女身上 怀的是不是你的孩子。 陆雪儿穿着宽松的孕妇装, 焦急地在警局门口等着。 谢年皱紧了眉头, 想说些什么, 却又什么都没说。 小曼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扔给谢年。 那你再猜猜, 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小曼真懂我。 这张纸是我送给谢年的第一份礼物。 我在医院的就诊病里, 谢年看完之后, 打电话问了我团队的一个女生, 她告诉了谢年所有的实情。 谢年崩溃了, 她蹲在地上哭得很伤心。 陆雪儿跑过来安慰她, 她没了理智, 骑在陆雪儿身上掐她的脖子。 都怪你, 都怪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诬陷云鸯? 你这个贱人, 如果不是你, 云鸯也不会死。 我们本来能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能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都是你毁了这一切。 你去死吧, 去死, 去向云鸯赔罪。 陆雪儿的脸仗得通红, 如果不是警察来得及时, 恐怕她已经死了。 而谢年一副要杀了她的癫狂模样, 额头青筋抱起, 布满红血丝的眼球突出, 就像个阎王。 陆雪儿也露出了真面目, 尖叫着骂她。 你以为你就是个什么好东西吗? 冷落云鸯的人是你, 被新鲜感冲昏头脑的人也是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实话告诉你吧, 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 你真是蠢货, 被我三言两语就挑拨地恨上了云鸯, 你还尚赶着给我送钱, 你真是蠢到极致。 贱人, 你这个贱人, 我掐死你。 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只觉得谢年虚伪至极。 不远处, 小曼抚摸着盒子, 喃喃低语。 傻阿杨, 让你不听我的话, 现在好了吧, 只能待在盒子里了吧。 你看他们的样子, 像不像狗咬狗。 阿杨, 你穿婚纱的样子真漂亮。 阿杨, 我好想你。 陆雪儿和谢年在警察局门口的这场闹剧被小曼录下来, 发到了网上。 一时之间, 很多人都为我打抱不平, 谢年和陆雪儿成了众矢之地。 而此时, 谢氏交给吴志敏的方案出了差错, 吴志敏故意撤掉了投资, 刚稳定没多久的谢氏, 又开始风雨飘摇。 这是我送给谢年的第二份礼物。 没有我, 谢氏几乎溃不成军。 谢年放下了身段, 拉下脸面亲自去求各位大老板们。 但谢年的名声在网络上已经臭了, 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和谢氏合作。 谢氏的股份大跌, 不出一周, 谢氏便撑不住倒闭了。 而陆雪儿留了孩子, 攀上了许泽这根高枝, 把许泽迷得团团转。 只是许泽的未婚妻不是个善茬, 直接找人打了陆雪儿一顿, 扒光衣服直接扔在大街上。 陆雪儿过惯了被谢年宠着的锦衣玉食的生活, 于是开始堕落为情妇。 谢年自从公司倒闭后, 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 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对着一个破碎的福袋自言自语。 后来, 谢年从厨房里拿了一把刀, 冲进了陆雪儿的家里。 陆雪儿被整整捅了三十二刀, 陆雪儿死后, 谢年跑到天台上, 一跃而下。 小云朵, 我来赎罪了。 此时, 谢年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条项链。 正当我以为我也快要消散的时候, 消失已久的系统出现了。 恭喜宿主通过考验, 成为第一千三百八十八位不恋爱恼的清醒女士。 宿主可选择继续穿越时空, 或者以新的身份留在这个世界。 我看着天边烧红的云朵, 想了想。 谢谢你, 系统。 我选择留在这个世界。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